大乔嫁给了熊烈过人 威震江东的孙策然而 但是否真的很幸福呢 大乔的命是很苦的 他嫁给孙策之后 孙策忙于开机创业 东征西讨 西部侠暖 夫妻相聚之时甚少 仅仅过了一年 孙策就因被前吴俊泰首许贡的家客刺成重伤 生命垂危回到吴国 使人寻寝话陀一致 不料他人家 不料话陀已往中原去了 只有徒弟在吴国 徒弟说 箭头有药 毒已入骨 其疮难治 年仅26岁 当时 大乔冲其量20出头 青春守寡 身边只有强宝中的儿子孙少 珍氏和其妻皇 从此以后 他只有朝朝提衡 夜夜孤青 寒心如苦 府遇遗孤 岁月悠悠 红颜暗潇 一代家人 竟不知何时凋零 小乔小乔的处境 比姐姐好一些 他与周瑜情色相邪 冤爱相处了11年 在这11年中 周瑜作为东吴的统兵大将 将下击皇祖 势必破曹操 功勋赫赫 名扬天下 可惜年寿不永 在准备攻取一周时 并死于八丘 周瑜死的时候 小乔并不在他身边 周瑜的遗体运回来的时候 太阳即将落山 小乔诉服举哀 他没有看见丈夫的脸 只看到了金冠在夕阳下闪烁 映出晚霞的光芒 却慢慢 然失色 一代名将 才36岁 竟然就这样死去了 当时 小乔不过30岁 乍世嫁偶 其悲苦也可以想见 真姬真是出油宠于曹丕 曹操逝世 其子曹丕继任为卫王 六月 曹丕南征 真是被留在叶城 同年 曹丕逼迫汉县帝留邪退位 而成为皇帝 即为文帝 后来退位为山阳宫的留邪 将两个女儿献与卫氏为平 除县第二女外 曹丕在洛阳 后宫爱信者有三 贵嫔郭女王 为此皇后 李贵人 生有皇子曹邪 英贵人 东汉大族南洋 英氏女 早在曹丕初级王位时 便进郭女王为夫人 封号等同真是 到曹丕称帝 携郭女王到洛阳 进封贵平 帝位仅次于皇后 真是则被留在叶城 人为夫人 不立为皇后 真是一发失忆 有怨言并于次年 玉玉而死 吕姬吕姬 吕布与言氏之女 生族年不祥 下批战役时 吕布遭曹操围困 作为派出援军条件 吕姬与袁树之子 有正直婚姻 但因出嫁途中 被刘备与曹操拦截 而返回 吕布死后 随母亲发往雪昌 后不知所终 黄月英 她是诸葛亮的老婆 三国时期的一大才女 少时有才 与丛兄黄蛇并知名 她长得花容月貌 熟读兵书 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文韬五略 足智多谋 诸葛亮准备则 黄月英听说 诸葛亮学识人品具家很倾慕她 于是托父亲主动提亲 并请父亲在诸葛亮面前说 自己很丑 看她是不是一个 以貌取人的凡夫俗子 于是黄承燕向诸葛亮提议 听说你正在择偶 我有一个丑女儿 黄头发黑皮肤 没想到诸葛亮很爽快地答应了 结婚那天 黄月英头上盖着一块红布 她想试探一下诸葛亮 是不是真的心甘情愿娶她 是否会毫不犹豫地去接红盖头 没想到诸葛亮真的二话没说就接了盖头 面对花容月貌的黄月英 诸葛亮以为弄错了 这是一脸喜气的新娘才道出了原委 据说 后来人们结婚 姑娘的红盖头 就是从黄月英那儿学来的 张春华张春华年少时就有德行 智慧见识超过常人 张嫁给司马懿 后来司马懿宠幸白夫人 张春华很难有机会见到司马懿 司马懿曾经生病卧床 张春华前去探望病情 司马懿说 老东西真讨厌 哪用得着烦恼你出来呢 张春华因此修残怨恨 于是拒绝进食 想要自杀 他的几个孩子也都不吃饭 司马懿惊恐而赔礼道歉 张春华才停止绝食 司马懿出来后对别人说 老东西不值得联系 只是担心苦了我的好儿子们罢了 吴夫人孙坚听说了吴夫人才冒双全 想要娶她 吴夫人的亲戚们嫌弃孙坚 认为孙坚为人轻浮 狡诈 将要拒绝孙坚的要求 孙坚感到非常羞愧和遗憾 吴夫人知道孙坚不好惹 就对亲戚们说 为什么要为了爱惜我这个小女子 而招惹祸事呢 如果她待我不好 也是我命该如此 于是这样 吴夫人便嫁给了孙坚 吴夫人共为孙坚 生下了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吴夫人才冒双全 性格果敢坚毅 富有才智谋略 先后辅佐两个的儿子治理江东 马云露 马云露的家属很厚 她是西凉马腾的小女儿 马超的妹妹 长得很漂亮 无一又高强 父亲和兄长都很疼爱她 自然有很多有钱有势的公子哥来上门提亲 但是马氏家族没有看上 后来马超看到赵云长得不错 文武双全 威名又大 跟自己也合得来 于是想把妹妹许配给她 马云露也很满意 对赵云一见钟情 也就答应了 马云露个性纯真帅直 有时会十分调皮 故意使坏 让赵云不知所措 对于在战场厮杀的赵云来说 马云露不小心流露出来的温情 也给了困境中的赵云许多慰藉 对于在战场厅里面